欢迎来到我们的点点新闻节目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孟宇菲 首先,我们来看看中东的最新动态 据消息人士透露 哈马斯和法塔赫两个巴勒斯坦派系 即将在中国进行新一轮会谈 尽管双方分歧颇深 但此次会谈将凸显哈马斯在加沙战争后的影响力 哈马斯有望同意在西岸和加沙地区 建立一个新的技术官僚政府 然而两派之间的暴力冲突 使得达成统一政府的可能性较低 接下来是印度选举的消息 印度总理莫迪在2024年大选中再次获胜 但由于其政党未能获得绝对多数 世界领袖对此反应谨慎 尽管一些亚洲邻国和欧洲盟友迅速表示祝贺 但美国、英国和俄罗斯选择等待最终结果 莫迪预计将首次组建联合政府 这对他十年的执政生涯来说是个新挑战 最后我们来看一则来自日本的社会新闻 东京的一个战争纪念馆 近日遭到一名中国男子的小编和涂鸦破坏 这一事件引发了日本社会的强烈愤怒 一位日本商人悬赏1000万日元 寻求提供线索以抓捕该男子 这座纪念馆是日本军事力史的重要象征 该事件再次激化了中日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江泽民子江绵恒卸任上海科技大学校长 已故国家主席江泽民的长子江绵恒 近日卸任上海科技大学校长职务 改任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 中国科学院院士冯东来接任校长 据上海科技大学官网公布 近日上海科技大学召开干部会议 经上海市中国科学院批准和同意 江绵恒同志任上海科技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 封东来同志任上海科技大学校长 现年73岁的江绵恒 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物理系 曾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 中科院上海分院院长 并先后在2004年和2008年 担任神州五号及神州七号的副总指挥 2014年2月起 担任上海科技大学首任校长至今10年 接任上海科技大学校长的 封东来是中国科学院院士 先后在加拿大UBC物理和天门系 复旦大学物理系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从事科研和教学 上海科技大学官网发布 江绵恒写的 至上海科技大学师生员工的一封信 江绵恒说 写这封信的目的是向大家通报 他不再担任上海科技大学校长一职 因为他已经完成了两届校长的任期 并在几年前就加入了70后群体 江绵恒表示 虽然把众人交给了新一任校长 但他并没有完全解脱 他写道 我被上级领导任命为新一届上海科技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 我没有拒绝这份工作的唯一原因 我热爱上海科技大学 我期待着与尊敬的各位校务委员会委员共同努力 根据学校章程的要求 继续为上海科技大学的发展 贡献棉薄之力 持之以恒 OpenAI和Google DeepMind员工 在公开信中警告AI行业风险 现任和前任工人签署信函 警告缺乏安全监督 并呼吁为举报人提供更多保护 微报周二 一群著名人工智能公司的现任和前任员工 发表了一封公开信 警告该行业缺乏安全监督 并呼吁加强对举报人的保护 这封信呼吁警告人工智能的权利 是员工对人工智能危险的最公开声明之一 11名现任和前任OpenAI员工 以及两名现任或前任Google DeepMind员工 签署了这封信 其中一人曾在Anthropic工作 信中指出 人工智能公司拥有大量非公开信息 包括其系统的能力和局限性 保护措施的充分性 以及不同类型伤害的风险水平 然而他们目前只有微弱的义务 与政府分享其中一些信息 而没有与民间社会分享 我们认为不能依靠他们自愿分享它 OpenAI在一份声明中为其做法辩护 称它有举报公司问题的渠道 并且在有适当的保障措施之前 不会发布新技术 谷歌没有立即回应支评请求 我们为我们提供最强大 最安全的人工智能系统而感到自豪 并相信我们应对风险的科学方法 我们同意 鉴于这项技术的重要性 严格的辩论至关重要 我们将继续与世界各地的政府 民间社会和其他社区接触 OpenAI发言人说 几十年来 人们对人工智能潜在危害的担忧一直存在 但近年来的人工智能热潮 加剧了这些担忧 并使监管机构争先恐后的追赶技术进步 虽然人工智能公司已经公开表示 他们致力于安全地开发这项技术 但研究人员和员工警告说 由于人工智能工具加剧了现有的社会危害 或创造了全新的社会危害 因此缺乏监督 纽约时报首先报道了这封来自人工智能公司 现任和前任员工的信 呼吁加强对决定表达安全问题的 先进人工智能公司员工的保护 他要求对透明度和问责制的四项原则 做出承诺 包括公司不得强迫员工签署 任何禁止传播与风险相关的人工智能问题的 非贬低协议 以及员工匿名与董事会成员分享担忧的机制 信中说 只要政府对这些公司没有有效的监督 现任和前任雇员 就是少数能够让他们对公众负责的人 然而 广泛的保密协议 阻止我们表达我们的担忧 除非是那些可能无法解决这些问题的公司 OpenAI等公司也采取了激进的策略 来阻止员工自由谈论他们的工作 Vox上周报道称 OpenAI让离开公司的员工 签署极其严格的非贬低和保密文件 否则将失去所有既得股权 OpenAI首席执行官山姆奥特曼在报道发布后道歉 称他将改变离职程序 这封信是在OpenAI的两名顶级员工 联合创始人Ilya Sotskiver和关键安全研究员Jan Like 上个月从公司辞职之后发出的 在他离开后 Lake声称OpenAI已经放弃了安全文化 转而支持散亮的产品 周二的公开信呼应了莱克的一些声明 称公司没有表现出任何对其运营透明的义务 环球邮报报道 哈马斯与巴勒斯坦对手法塔赫的和解谈判 将于本月在中国举行 尽管双方内部存在深刻分歧 但这些会议显示出 哈马斯在以色列与加沙战争后 仍有意图保留影响力 哈马斯与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领导的法塔赫党 将于6月中旬在中国进行和解谈判 这次会议是在国际调解人 试图达成加沙停火协议的背景下进行的 尽管哈马斯在军事上受到重创 但其政治家与法塔赫官员的会晤表明 该组织希望在战后重塑巴勒斯坦地区的秩序 哈马斯承认自己无法成为国际承认的 新巴勒斯坦政府的一部分 但希望法塔赫同意在更广泛的政治协议中 建立一个技术官僚政府 《独立报》报道 在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的执政党在2024年大选中 未能赢得绝对多数后 世界领导人对他的祝贺信息传递缓慢 尽管莫迪的印度人民党BJP赢得了Membert40个席位 低于组建多数政府所需的Membert72个席位 但他仍通过由BJP领导的国家民主联A赢得292个席位 而第三次连任 美国、英国和俄罗斯等国在等待最终选举结果 而意大利、日本、中国、以色列、孟加拉国和南亚其他国家 则对莫迪表示祝贺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表示 在选举结果最终确定之前不会发表评论 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结果和计票完成后将与莫迪通话 《独立报》报道 日本民众对一名男子在东京靖国神社小便并喷涂涂鸦表示愤怒 一名日本商人悬赏1000万日约5万英镑以追查这名男子 据悉这名男子被认为是中国人 并在视频中自称铁头 他在靖国神社的石柱上喷涂厕所滋养 并在视频中提到对日本政府排放核废水的不满 日本整形外科医生高须克弥 最初悬赏500万日元 随后将金额翻倍值1000万日元 他表示如果嫌疑人在国外被拘留 他将把钱汇到任何国家 靖国神社对此表示遗憾 称这是极其遗憾的行为 并已清理了涂鸦 靖国神社一直是日本与东亚其他国家之间的外交争议点 因为该神社供奉着包括二战甲鸡战犯在内的日本战争死者 环球邮报报道 Dollar Tree正在考虑出售或分拆其表现不佳的Family Dollar业务 由于竞争激烈和消费者支出压力 该公司正在寻求充足业务 Family Dollar是Dollar Tree在2015年以85亿美元收购的 但一直是公司的主要拖累 去年11月 Dollar Tree宣布将审查该业务 并计划在2024年初关闭970家Family Dollar门店 公司首席执行官Richard Dreiling表示 由于每个品牌的独特需求 他们决定对Family Dollar进行战略选择的全面审查 截至2月3日 Family Dollar运营着8本359家门店和10个分销中心 Dollar Tree的市值为M-Bart 62亿美元 2023财年的收入约为310亿美元 其中Family Dollar占45% 公司预计2024财年的掉 整后利润在每股6.50至7美元之间 环球邮报早间更新 副总理Christia Freeland表示 自由党将进行内部跟进 以回应情报监督机构发布的一份报告 该报告称 一些议员故意协助外国政府干涉加拿大民主 公共安全部长Dominic LeBlanc 拒绝具体评论报告中的揭露 仅表示加拿大人应该相信当局正在努力工作 审计长Karen Hogan昨日发布的一份报告发现 联邦部门和王室公司在授予全球咨询公司 麦肯锡超过2亿美元的合同过程中 频繁无视合同规则 新布伦瑞克省审计长Paul Martin的报告指出 该省与私人护理机构的合同缺乏监督 费用过高 账单可疑 省政府在寻求结束当前与私人护理机构的合同 南华早报报道 中国有望超越其国家氢气生产目标 巩固其在电解槽和轻动力车辆全球市场的领先地位 根据Ristat Energy的报告 中国预计到今年年底将安装约2.55级瓦的氢电解槽容量 每年生产22万吨绿色氢气 中国的绿色氢气生产预计将在2040年后开始大规模爆发 到2050年总供应量将超过7000万吨 占全国总氢气供应的近60% 中国的氢气消费预计到2050年将达到1.19亿吨 主要由化、工和钢铁行业以及交通运输部门的需求驱动 中国计划到2025年上路5万辆轻动力车辆 尽管目前存在车辆价格高昂、氢燃料成本高、商业模式不清晰 以及电池电动车的竞争等障碍 南华早报报道 中国将允许领先的汽车制造商在收线道路上测试自动驾驶技术 这标志着其10万亿元、约合1.4万亿美元产业转型的重要一步 同时也凸显了未来经济增长的巨大市场 工业和信息化部及其他三个政府机构联合宣布 批准包括全球最大的电动车制造商比亚迪 未来长安汽车和广汽集团在内的9家制造商测试三级自动驾驶系统 根据国际汽车工程师学会的定义 三级许可证允许汽车在无需人类干预的情况下 条件自动驾驶,除非遇到紧急情况 该部门强调,目前阶段只完成了试点申请的选择阶段 并不意味着批准或允许自动驾驶车辆上路 随着试点计划的批准 制造商将使用数据来提升自动驾驶技术 建立行业标准 并协助政府制定相关法规和基础设施建设 北京在过去十年对新能源的押注已被证明是成功的 成为全球领先的电动车制造商 中国正在寻找包括自动驾驶在内的新领域 以支持未来的经济增长 CNN报道,Lululemon这家以高价瑜伽服饰闻名的公司 长期以来在奢华运动休闲市场上占据主导地位 但现在面临来自新兴竞争对手的巨大挑战 该公司以其柔软、多彩的98美元瑜伽裤和流行的腰包 吸引了更年轻的消费群体 但现在面临着喜爱宽松裤子的姿势带和内部高层变动的挑战 Lululemon的股票 近年迄今已下跌了四十 该公司最近宣布其首席产品官SUN TRO将离职 这一消息引发了华尔街的担忧 TRO的离职被认为是Lululemon成功的关键动力之一 面对来自Aloe和Vory等新兴品牌的竞争 以及大量纺织品的挑战 Lululemon正在努力调整其产品策略 该公司仍然专注于吸引年轻的核心客户 并在其第四季度财报电话会议中表示 将继续推动其男性市场和国际业务的增长 Lululemon的国际业务在2023年底 仅占其总业务的20亿 但在中国大陆的收入增长了78% 南华早报报道 香港政府正在研究缩短从高风险地区进口的猫狗的隔离期 但这些动物仍需接种狂犬病疫苗并进行测试 来自包括中国大陆、澳门、迪拜、泰国和马来西亚等高风险地区的宠物 目前必须接受120天的隔离 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 政府的研究已进入最后阶段 下一步将探讨具体实施细节 包括与相关地区讨论安排 宠物需接种狂犬病疫苗 并获得阴性抗体测试结果后 才可缩短隔离期 农业、渔业及保育署目前根据动物来源地的不同 实施不同的隔离要求 来自英国、澳大利亚、爱尔兰和夏威夷等地的宠物 在两个月大后接种疫苗和植入芯片后 可免除隔离 来自美国、加拿大、台湾、新加坡和关岛等地的宠物 在五个月大后接种疫苗和植入芯片后 也可免除隔离 来自其他地区的宠物则需接受120天的强制隔离 违反规定的宠物主人可能面临罚款和监禁 香港自1987年以来未记录过本地狂犬病病例 但非法进口宠物的跨境贸易猖獗 香港海关今年4月在沙头加坡获得一起动物走私案 设计六只小猫和一只小狗 并逮捕了两人 日本时报报道 今年是在新加坡举办的香格里拉对话会的第21个年头 这个年度对话会旨在为全球防务和安全官员及专家 提供一个首要的交流平台 共同探讨各国对世界安全局势的看法 然而今年的对话更像是香格里拉独白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 中美两国防长并未进行有意义的对话 而是各自发表独立的讲话 中国国防部长董军在充满威胁和历史不准确的讲话中 强烈表态称 任何胆敢将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人都将自取灭亡 尽管他的言辞激烈 董军仍强调中国的和平历史 声称中国更倾向于妥协、和平共处和对话 而不是通过军事力量解决冲突 南华早报报道 本周宣布了2024年 粉红女士年度美食摄影师比赛的36位获奖者 中国摄影师杨中华凭借红豆沙球获得了总冠军 这张照片展示了在中国东部浙江省农村 为农历新年准备争点心的情景 照片中的一位妇女端着一盘热气腾腾的红豆沙球 准备迎接节日庆祝活动 比赛创办人卡罗林·肯杨表示 这张照片不仅展示了节日的规模 还体现了为庆祝活动准备食物的奉献精神 杨中华此前在2023年的比赛中 也曾在三个类别中获奖 他的作品通过展示中国各地与食物的亲密互动 引起了全球的关注 比赛自2011年首次举办以来 吸引了来自65个国家的数千名参赛者 旨在通过摄影庆祝全球的美食和多样性 多伦多新报报道 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的政府 在赢得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民主选举后 开始为第三个任期做准备 官方选举委员会的结果显示 莫迪领导的印度人民党联盟 赢得了543个席位中的Member 94个 超过了所需的Member 72个席位 但远低于预期 莫迪和他的内阁 在宣誓仪式前向印度总统递交了辞职信 包括中国 乌克兰等国家在内的领导人 纷纷向莫迪表示祝贺 尽管中印边界紧张局势依然存在 但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 中印关系的稳定符合两国的根本利益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则期待印度参加在瑞士举办的和平峰会 此次选举中反对党国大党赢得了99个席位 反对派联盟共赢得了2032个席位 分析人士认为 印度人民党可能会依赖盟友的支持 这将影响未来的政策制定和政府组成 Yahoo US报道 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在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民主选举中赢得胜利后 开始为他的第三个总理任期做准备 莫迪的印度人民党计划与盟友讨论新政府的组建 尽管人民党及其盟友赢得了894个席位 但比预期的少得多 莫迪与印度总统德劳帕迪·莫尔木会面并提交了此成 准备在几天后的宣誓仪世上重新上任 中国、乌克兰和其他国家纷纷向莫迪表示祝贺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 中印关系的稳定对两国及地区和平发展都有利 尽管如此 中印之间的紧张局势依然存在 尤其是在2020年边境冲突后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希望印度能参加瑞士主办的和平峰会 而台湾总统莱清德则期待在MALL、义和技术等领域的合作 南华早报报道 中国一家视频游戏公司杜艺游戏 因不满国家支持的互联网协会提出的退款规则 威胁退出该协会 这些规则要求游戏公司对未成年人过度消费进行全额退款 甚至如果成年人帮助未成年人绕过防沉迷系统 也要部分退款 该公司认为 这些规则可能会被滥用 家长可能会利用孩子获取退款 中国对未成年人游戏时间有严格限制 游戏公司需要设计用户验证系统来执行这些限制 尽管如此 有些家长会帮助孩子绕过这些限制 独一游戏的抗议揭示了监管机构与私人企业之间的紧张关系 中国政府一直在努力防止未成年人沉迷游戏 尽管如此 国内市场收入在2023年仍增长了14% 独立报报道 日本富士市采取措施 阻止游客在拍摄富士山时扰乱当地社区 富士市的富士梦桥 吸引了大量游客拍照 但也带来了非法停车 垃圾 噪音和公共场所便秘等问题 尽管桥上有警示标志 但游客仍冒险进入车道拍照 甚至造成交通事故 为了应对这些问题 市政府在桥上安装了临时围栏 并计划在7月安装永久性屏障 社交媒体上的影响力被认为是游客激增的主要原因 富士市希望在吸引游客的同时减少问题 类似的措施也在富士河口湖丁实施 但效果有限 游客甚至在屏障上打动 以获取视野 此外 攀登富士山的新规则 也限制了每日登山人数 以应对游客激增的问题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已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学者、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luto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